星期四的特首答問大會演變成罵戰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你沒有回答我 為何一個民望這麼低的局長 你委任他做政務司司長 公然與長全香港市民為敵 你解釋我看你沒有回答 這個根本實在是爛仔所為 不單是說粗暴 你看現在已經不是黑社會的地方 黃先生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行政長官一番黑社會論 又指責黃毓民像爛仔 引起公眾熱烈討論 有網民就惡搞異人的相片 製作成電影黑社會的海報 又指2012年市民沒有份選特首 加上立法會主席執行家法 不知誰才是黑社會 雖然網民不滿特首的言論 但一眾高官就力撐真人權 我認為在過去一段時間 市民都見到議會的文化 是變成了 我相信這也是市民不喜歡見到的 昨天特首這樣說 只不過是回敬一兩句 我覺得對於他們一向的行為 我相信公眾應該討論多些 我相信昨天立法會主席 已經就特首的言論做了裁決 我們尊重那個裁決 也都是昨天大家看到 在議會之內不論是言語或者行動的暴力 都有升級 大家也不會接受 至於我們會否去信立法會表達我們的關注 我們稍後會有決定 林須倫又說政府多年來一直有向立法會反映 希望按照議事規則辦事 官員和議員整體都是珍惜莊重的議會文化 相信大家都支持議會內要維持健康理性辯論 同時亦可以針鋒相對 以及暢所欲言的文化 香港文明事記者 廖成文 報導